再更新一点 其实刚才Thomas也说到 那个重开 那个观景 Border的重开概念 其实上个星期五 航空股波音就升了5% 联合航空升了7% 邮轮相关 譬如加年华升了8% 王家加勒比都升了8% Airbnb也出了业绩 也有一个经济重体的概念 升了1成2 好 这些概念股 其实星期五 都有一个比较急的升幅 你觉得这一类的股份 还是否值得追入呢? 如果是要看一两个 你觉得值得留意的 你会建议大家留意哪几个? 其实如果真的说数 我觉得分开两部分 第一就是Airbnb的数目是漂亮的 虽然它是有科技股 股值又偏高的各样 但是在行业计来说 科技和旅游有很直接相关的 真的不多 所以变成了这一间 我觉得是可以的 即使是出了业绩 升了超级一成 但是其实本身的股价来说 都是偏高位 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少去跟进的 至于另外一方面说 如果真的炒复苏的周期 就是周期股少少的做法 其实航空股和邮连股的情况 是差不多的 我自己觉得 但是如果真的要选 我会选两个 第一个就是西南航空LUV 会做得比较好一点的 它是在这么多间 美国航空公司来说 那个营运质数 各样东西是做得比较好一点 这个是一间 另外就是刚才Wendy也有提过的CCL 就是嘉莲华邮轮 如果你说这两个都是可以的 不过就留意就是 我们如果现在买 就基本上预计 就是我都觉得都convince的 因为老实说 也都之前过去美股 一直都有曾经炒过重启概念 但是都是 就是 憧憬重启而已 但是这次叫做正式开关 那我想起码都要有一段时间 就是随时说 可能去到明年一月至一月中 最差的情况就是 大家来试 又会出问题 那才会再close down 所以起码都要一段时间 我觉得都还可以的 例如问小一点 比如LUV的西南航空 其实它主要是做国际线 还是做一些内陆航线是比较多的 它做内陆航线比较多的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它其实在这么多间 航空公司来说 那个营运的效率会比较高一点 虽然有些人反过来 如果我很投机的话 我应该选一些差点的公司 然后拼它这段时间 转回来 但是始终以买这些周期估计 我又不会太过建议 尤其是大家很容易都倾向 有时候听了就可能持有半年 是 说明事不是太建议的 因为今次这个开关 都仍然有些变数 不是开眼以后不会删回那种的 但是我觉得 顶着这个冬天有机 应该这么说 现在做这一类旅游复苏的股份 那个心态就是会觉得 今次应该会维持到一段时间 起码一季 如果维持到一季的话 对上 即是说十月头的顶 应该怎么都能破到的 是 那是抱着这个心态去做 就可以了 但是当然了 相对上你要没有风险 其实过去这两三个月的底 也可能有十个percent 应该不止的 应该座底也有十五percent左右 那就是要承受 有机会承受十五percent的亏损 但是 这个upside就可以去到两三成 我觉得是这种策略来做中市无处 嗯 好啊